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空姐摸摸摸摸 歡迎回到我和阿塞的頻道 今天在這邊要跟大家解釋一件事情 其實平常我有收到蠻多訊息 雖然我上班不一定有空回訊息 但其實我都有在看 然後呢我就會發現 最近有越來越多訊息就會問說 你有用在賣空姐制服哦? 而且是不只一種語言 我只想要講說 空姐制服我是沒有在賣啦 不過如果你要絲襪的話 姐是有啦好不好 你現在是真的要賣絲襪嗎 我要先解釋一下 如果你要買絲襪的話 你要先講清楚我有哪幾種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先要來介紹一下絲襪的分別 叫做空姐的原味絲襪 欸可是你的能賣 因為你的是香的 我的很臭 我的腳很臭 你可以噴香水在上面 或是在裡面 就好像狂灌那個肺子粉 傻眼 我先講一下我以前在老冬家穿的那一種 以前我們是穿那種黑色的透膚的嘛 它是可以透過去 就很薄 基本上這種就是沒有Dance Shoo 就是它很不緊 這個是在台灣襪子店就可以買的到 然後你看手一下就可以套進去 一點都不緊 這個一雙可能大概20塊吧 然後以前行李下面都要放個五雙 因為這很容易一刮 然後指甲一刮就破了 欸你今天穿這樣 請問學姊下面沒有穿褲子 等一下今天還沒有要拍這個議題 而且我們不要拍這個議題嗎 好我要講一下這個 我讓你們看一下有多容易套進去 然後來示範穿一下 趕快用可以擺一個性感的姿勢嗎 有沒有這好 反正這個呢就是很容易套 這種基本上你可以馬上拉起來 就是沒有單數的絲襪 穿這個絲襪應該腿會靜脈曲張吧 這只適合用來勾引男人啊 沒有我以前上班真的是穿這種 為什麼 以前我在飛巴黎島的時候 就來回 應該有超過10小時 然後基本上都沒有時間直接坐下來 你都穿這個啊 因為我以前不知道有單數的絲襪 忍住吧 一直這樣我記得飛巴黎島來回很多牛天真的燒不了 腳好痠 然後我就忍不住 真的跟阿姊說 我要在Crucy上面坐一下 你還敢坐啊 你這樣絕對會被討厭啊 這種絲襪就會讓你腳痠 所以 現實上空姐其實還蠻少會穿這種 這種之後就是 新進來的菜鳥 的派遣的時候 然後呢 我現在介紹下一種 現在上班有在穿的 所以我們稱之為進階版的原味絲襪 為什麼變成這個顏色呢 對 換顏色是因為換公司 穿這個很像阿嬤耶 空姐就是穿這個阿嬤襪 你們還要買嗎 你自己想看你把空姐的制服 地形制服脫下來之後 Come on 看來是這種肉色的 這個就是有dance suit 但是它dance suit還有分 我這個才130 線上有些人穿到140甚至200的 這雙因為被我穿鬆了 還算可以 然後它就是下面是有那個防滑設計 欸我覺得你這樣剛那樣用 會很多人想買 牛 快點 睡眠有危險了 趕快去選就他們 啊 超級牛人了 好 沒有人要買了 這個其實有點緊 你看我手其實是有點 不好張開的 這個要套上去 這個沒辦法站得到 真的很難站得到 這個其實已經很難撐得開 已經算有點難撐開了 就是你要這樣燒 不會 你這樣也很性感欸 S3的單數 然後這樣拉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有緊度的 你看得到嗎 可是有還是看得到肉欸 這個絲襪呢 老東家大家也都在買 而且你知道很多家的空姐 其實都是跟 同一個廠商買 然後那個廠商很厲害 你說是我們知道的那個先生嗎 那個Hotel會賣的那個先生嗎 沒錯 以前我在老東家的時候 不知道這個先生 我都知道這個先生欸 而且還有人想假冒那個先生欸 有現在有幾個不同先生在賣 但有一個先生就是 賣各大航空空姐的絲襪 然後他賣的就是 有單數 其實要很高 130 140 200 那種 大家都是跟他賣欸 他簡稱絲襪先生 那如果想要知道那個絲襪先生是誰的話 就私密我的IG好不好 但我怕他生意會爆掉 欸所以這個先生是靠你在發大財的欸 不是靠韓國語欸 什麼 我們就是要拉進來然後打出去好不好 哈哈哈哈 下一雙也是阿嬤路線啊 其實這兩雙剛剛都是130 但是這個是比較新 就是還沒有洗這麼多次 剛剛那雙是有點褪色 然後你穿久了 其實也會彈性疲乏 但是重點是他可以穿很久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有屁屁設計 欸有屁屁設計是 不知道可能有翹臀之類的吧 哈哈哈哈 然後呢你會想要知道 欸他穿久的那個空姐 那個絲密處會不會很悶呢 不會 還有洞洞設計 洞洞設計 真的會很悶好不好 很悶 我跟你講你這個穿那個航程 穿12個小時欸 有洞洞造型 and屁屁造型好不好 所以你不會很尷尬穿錯面 把屁股那一面穿到正面 我要示範一下 其實剛剛線上空姐穿 真正很緊的SWAP 不是像我剛剛那樣穿 這怎麼穿你知道嗎 好這是正面對不對 然後你就抓住這邊 咻把它擺過來就是變成反面 你想說反面要怎麼穿呢 其實啦我平常上班 是不會這樣穿 因為我不買那種單數很高的 嘖 我太粗了套不進去 啊哈哈哈 我是說我腿太粗 你在說什麼東西 其實你一看一看出來 我不是一個很常這樣穿的人 好就是要弄一個洞 然後你就要腳趾這樣子 大家如果你真的要穿到140的話 真的是要這樣子 你知道為什麼要怎麼這樣穿嗎 夏天的時候在床上這樣 真的 然後夏天的時候 你就要空姐 你知道人家看到很清改 其實是這樣穿的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整個板穿這樣 一路這樣拉上 你就多難穿嗎 屁股然後是這樣拉起來 有沒有看到 我先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上次這樣穿穿很辛苦 然後我不是有綁頭髮會跳在手上嗎 然後我綁頭髮掉進去 然後我要脫掉重穿 我真的全身是汗 Oh my god 所以我不買那種單數很高 好穿姿勢啦 這兩雙都是130 可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這雙已經被我穿鬆了 這可以穿幾個月耶 這跟那個產久一樣 請問你們要買幾個月的原味絲襪 哈哈哈哈 穿久了就鬆了嗎 因為我沒有買140單以上 如果你要買140單以上 空姐就會這樣穿 並沒有你們想像中 Sexy怎麼要套絲襪 然後還這樣套好嗎 並沒有 好 下一床 這個是比較有心機的空姐呢 會穿這種上半 在貴姊上面 貴姊比較不好做naughty的事情 有些比較有心機的空姐 他要比較notty的時候會穿這種 蕾絲大腿襪 然後那怎麼穿呢 這個我穿兩隻給大家看好了 因為要示範一下 線上有心機空姐的穿法 然後呢 因為制服差不多裙子會在 吸上一個拳頭的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蕾絲是可以遮起來 但是因為為了工作方便 裙子的側面其實是有開叉的 所以譬如說你要蹲下去 拿一個飲料的時候 你就要一蹲 然後就會露出來 你知道不經意的就是 你的東西掉了 問號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以上就是剛剛告訴大家 不一樣的四種空姐原味絲襪 所以呢 不要再訊息我 你有沒有賣制服 我沒有賣制服 如果你要原味絲襪的話 姐可以考慮一下好不好 那下訂單的時候記得講一下 你要哪一種 你要哪一款好不好 然後請直接出價好嗎 他開玩笑的他開玩笑的大家不要信他 有時候我只是好奇 他們到底會出多少錢有沒有 好 那今天的原味絲襪 就介紹到這邊 有沒有解除一些心中的疑惑呢 還有空姐其實穿絲襪並沒有那麼性感 今天介紹的以上四種原味絲襪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種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後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訂閱我和阿蔡的YouTube頻道 追蹤MOMO的IG還有Faceboo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